73岁的陈慕林是福州古建筑修缮专家 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库成员 参与了福州多处古建筑保护修缮工作 为了修复被毁坏严重的建军会馆 陈慕林等专家以不改变文物原状为原则 尽量采用原结构、原形制、原材料、原工艺的做法保护性修缮 对于高市文昌阁的修缮 陈慕林选择保留原来的结构和材质 精心做了局部修补 黄培松故居内的一堵红砖墙年久失修 他们专门去找类似的红砖最大限度恢复 这些陈列在大地上的建筑遗产 再一次获得生命 但今天的我们有机会触摸福州古城历史的脉动